大家好,这是兄弟农舍,我是小方 先给大家说声抱歉 因为咱们从2号之后呢,咱们就没有更新视频 中间是因为农舍出了一些问题 之前我好像记得我提过吧 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场地 这其实本来是一个60亩的一个大园子 人家的树园 但是现在之前那个老板 可能就是这个树园的不想干了 然后现在是等于是转成包了 就是换人了,换老板了 所以换完新门老板之后呢 这个新老板觉得我们在这儿养这么多毛孩子 可能也不太乐意 就是有点想赶我们的意思 所以说这段时间呢 我和小赵一直也是尽量的通过之前那个老板 跟新老板去沟通 然后商量商量 我们还是想在这儿留下来 因为毕竟是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 也是一直想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就是一直忙这个事情 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呢 就是最近呢,我听到一些消息 就是说我们南洋这边可能就是这个毛孩子 家养毛孩子需要上身份证信息了 就是他们一个植物芯片 然后所以这个毛孩子呢 养毛孩子呢也需要一定管控了 所以小赵我们两个考虑说 我们农舍这么多毛孩子 如果到时候真的管控起来的话 我怕就是一些有关部门呢不来就是查我们 再把毛孩子带死 那个就是事情就大了 所以说我们两个想来想去呢 决定就是看看能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啊 去给我们这个农舍去办一个证 就是一个救助基地的证嘛 然后有这个证之后呢 咱们就还是有关部门呢就不会来查咱们 我想应该是这样 所以说这段时间一直在忙这两个事情 咱们视频呢也就耽误了 今天呢小赵我们过来 就是在屋里边发现了有一些老鼠 特别猖狂啊 就是在我们的柜子呀 包括桌子呀 一些抽屉里边都住窝了 把那个柜子都攥的洞都住窝了 所以说我们今天下午呢 就是一个大扫除 把咱们这个大房间呢 给重新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把这个吃的 有关吃的呀之类的柜子 能藏老鼠的地方啊 全部就把这个清理出来 把屋里边腾干净 然后咱们因为夏天特别热 屋里边开着空调 所以说咱们下午早日让他们进屋里边 去装凉吹空调嘛 那行 就算了 就算了 那行 就算了 我来说咱们下午的地方啊 可以吃的吗 就算了 我来说咱们下午的地方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